各位老师 各位老师好啊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 请到了美国的梁山医生 给我们做一个公益讲座 题目就是梁氏三角针的临床应用 梁山医生1986年毕业于山东医科大学 在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工作了7年 92年就到美国去认教 长期从事TCM的教育工作 曾经任教处的主任 梁山医生博彩重家职场 三周年来不断地在临床当中推陈出新 他自己悟出来的三角针的临床应用 我们在私聊的时候大致介绍了一下 非常非常有独到的见解 希望大家认真地听一下 为大家在临床上的治疗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指导作用 另外梁山老师是从国际著名的耳针教授黄春丽老师 两年曾多次邀请黄春丽老师亲自到证所指导 和黄春丽老师成为了一时一友的朋友 也是他的直传弟子 现在跟黄老师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他在耳穴的诊断上读书一致 把黄老师的这个耳穴诊断的用的初神入化 初神入化可以就是又是通过望诊像疾异一样 或舌疹一样通过望耳而分析当中身体当中的各种疾病 精确到了点对点 例如能够告诉你是颈二出问题还是颈三出问题 这个可是了不得的到颈六 就这个点他诊断出来以后就能告诉你 是哪个具体的部位出现的问题 对临床非常有指导的意义 同时他能够把这个耳穴的诊断 用三角针或者用其他方法来指导临床 取得非常非常显著的这个临床效果 临床效果 所以我们大家非常期待梁老师这次讲座 好吧 梁老师的特点就是不做开场白痴就讲 所以大家一定从现在开始就竖起来好好听 好吧 那么现在我们请梁山老师给大家讲座好吧 梁老师您请 梁老师您在吗 大家好 英国学林的各位老师 各位同仁们 这个周末晚上好 我是在美国 现在是下午三年 你们是晚上八点第二天还要上班 谢谢大家来 大家一起讨论这个问题 我刚才把那个share screen 你们看到可以看到屏幕吗 可以看到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那个英文的Dimensional Acupuncture 是吧 看到了 好嘞好嘞那我就开始了啊 谢谢王鹏老师介绍 那么我们知道宇宇宇宙当中呢 有这个天地人 这就是一个三角 这个我这些概念都这样慢慢来的 然后呢 那么我们伟大的传统中医呢 一直在讲这个我们人体有三宝 三宝啊 就是精气神 这个精气神呢 互相连接 互相密切的 联系在一起 他也是一个三角 也是一个三角 那么我们的我们在耗麦的时候呢 有三不九后 所以三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数字 那么我们在人体当中呢 就能发现很多叫做 我们中国人喜欢用金啊 银的来形容 那么就这个金三角 就这个人体 像这个图片看到 人体当中有很多的三角 这三角呢 把我们的血管 把我们的血脉 精气内脏 紧紧的联系了起来 通过各种方式来传达 这个三角的功能 比方说我们在做一个七三角 或者国三角 待会我会讲到 我们在做按摩的时候 他就起到一个像 做埃咎一样的 一个保健补肾的作用 这个国三角呢 待会我们会讲到 他就是在国窝附近 就有很多宝贵的三角 那么明代的这个针灸大臣 我们说针刺制药 截推与势力 以广制 那么我的这种讲演呢 是一种推理 而是这种推理呢 是来自于实践当中的 那么它成立不成立呢 需要大家在临床上的验证 如果成立的话 那么再可以 再到基础上去做些研究 那么我们现在国内外 英国也好 欧洲 欧洲 美洲 北美洲 这个我们中国大陆 就是时常的 在探讨着 神秘的这个经络系统 到现在还没有定论 那么这个经络系统呢 我也一直在想 通过我这么多年的 临床经验 一直在感染 这个伟大的黄定内经 在描述 我们人体的经络 经气 血脉 等等 那么用英文说呢 这Essentials of Chinese Acupuncture Treatment All Based on 一个什么 Broad Rational 就是一个推理 这种推理呢 如果成了理呢 就可以广之 那么我给大家 在这交流一下呢 大家回去用一下 如果觉得有理呢 它才可以推广出来 对吧 那么这个理论呢 我实际上是受到 很大的启发我把这个 就在两周前 这个纽约中医论团 有一个科研探索群 请到我们大陆很有名的教授 做了基础研究的教授 对不起啊 我打电话 这个做了讲演 我把他这个总结了一下 那么他就说 这个梁教授啊 就说他说我们现在无法根据目前的医学 从医学组织结构上 去来拟定这个穴位的定性 他讲的这个是穴位的定性 那么针灸界呢 也无法说明经络的状态下来谈穴位 这样的话呢 就是一个假设就是说 如果没有经脉理论的支持 离开了经的穴位 那么在我们针灸临床 跟科研的科研的这个领域上 怎么会大放异彩 这是一个很深的问题啊 那么从最早的经络脏腑相关研究 一直到穴位的一个动态研究 他们做了很多穴位的敏感化 敏化研究 就来理解这个穴位 来词高提高啊 不同的刺激量感应 进行规律性的探索 一个科学的态度 来把这个生命科学 推到一个更深的高度 今天我就在这顺便说一下 那么呢 他就说在古文呢 其实他这个对这个 经络的描述 有一个数学的概念 这里面隐藏着一个统计的现象 就是说在临床当中 比方说我们有一个患者 他是某种病诊断以后 四诊八纲诊断以后 我们会有用针灸来 来治疗这个病人的话 我们会有一系列的穴位 那么我们用这一系列的穴位 用这个病人大家都知道 同病抑制一病同治 那么如果你 比方说你在治疗一个这个头痛 那么你再来了六七个病人 你不能说我就用这六七个穴位 去治一样的头痛病人 这是不科学的 也不是符合中医理论的 那么我们就要寻阴取卸 我们要辨证失智 这个按照中医的理论的方法来 变化我们的取学方式 这里边就隐含了一个统计学的问题 统计概率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中医或者针灸 或者方济等等 他不能所谓用现在科学的方式来解决 这些答案的话 它其中也是很多这种把量 统计很难处理 因为这个辨证失智每个人的头痛 你说250例偏头痛 但这个片头痛可以是弹试可以是这个风寒 可以是血浴干细浴阶等等 所以他没法来做这种科学研究 用现在的模式 那么呢 只有一个群体的效应 那么只有这样 就是说今天我们讲了几个三角以后 大家试一下 如果在众多的群体当中 这一组穴位或者一串穴位 有这样的群体效应 那么才会使得我们所关注的某个穴位 对疾病的一个总的调节 或者脏腹的调节 精血的调节 有一个很好的作用 才能做一个总结 这就是我们研究一个穴位 分布特征的意义所在 它也就能够说明传统静脉的意义 这可能这种传统静脉呢 也许就是古人对穴位存在的 一种几何的表达方式 我喜欢他这种描述方式 类似静脉的这种穴位的群体表现呢 就是我们已经说过了 可能在同一个人身上表现出来 但是呢 寻经传感是另外一个命题 寻经传感 那么我们观察到的 体表穴位的有效刺激点 或者有效干预点 它只是具体的相当强的个体化的特性 和动态化的一个特性 是经脉 但是经脉的这个地方 确实我要强大叫经脉不是一条线 它很可能是一种 这种线上有规律性的一个描述 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这个所谓的 我这个三角呢 受到了很多启发 比方说受到了这个 董事齐穴的启发 受到了这个 我们中国很有名 广州这个很有名 靖三针 靖三针的这个描述 它的应用 临床应用 你比方说肝气穴结 靖三针 靖三针 他就用三个针 他就是用三个针 用这个河谷 太冲和阳音泉 他实际上 这也是构成了一个三角 构成了一个 但他这个确实有群体效应的 就是说我们 有这个金钱气综合症 易怒等等 表现为这个脉弦 肝气穴 典型的这个症状的话 你用这三针 那么他确实是有效 那么他有这个群体的效应 所以我呢 就在这些 很多这些理论上 受到了很多的启发 所以说呢 特别有这样一个 那么大家看到的 所谓佛三角 佛三角呢 这个不是我创造发明的 那么这个故事很有意思 就是说我呢 有一个病人 这个病人 他正好是个医生 他是个外科医生 他有这个migraine 就是偏头痛 他这个migraine呢 当初效果比较好呢 他就 对针灸感 就产生了凝活的险阻 这样呢 他呢 就把他太太也接下来了 也经常来 这个时候呢 他有一次 在我这治疗的时候 他就问我 他说 我给你介绍的那个病人 说是你扎了以后 马上就能睡眠了 他说这个 我们都是很拿他头疼的 这个西药 安眠药 都很难这个 让他睡眠 为什么说是 你扎了针以后 就能睡眠呢 我说 哦有这回事吗 他叫什么名字 他就说叫什么名字 我当初他就看着我发烂 因为我 我没有这个印象 这个 这个病人实际上 是我的一个同事 很年轻 才大概不到30岁 他在我诊所工作了 5年左右了 他扎的 这个事情 我说 哦 他看我脸色有些不一样 他说 也许是你的 你的同事 做的这个 这个病例 然后呢 我就非常的感兴趣 我说 什么样的 真的让这个 这个人这样 睡眠这么好 这个 这个病人是一个 相当年龄大的 老老年人 然后我就去看 翻开了这个病例 翻开了病例 我就看这个 我的同事 他记录了这个 叫做Buddha Strangle 英文上Buddha Strangle 翻成我们中文 叫佛山脚 同时他做了 像这个本神 印堂 神门 三音交等等 这些典型的这个例子 然后我呢 回头见到他以后 我就说 这个佛山脚 Buddha Strangle 你是怎么 从哪听到的 他说的 我也不知道 他说我是听讲座 听人讲的 这个佛山脚啊 他说非常有效 我说是啊 我说那个 某某医生 介绍的那个病人 说是 他效果非常好 第一天晚上就能睡眠了 那么 他说对啊 他说我当初 扎这个病人的时候呢 这个病人扎完针以后 就睡着了 当然这种情况 我们见的也多 临床上 我们用完硬糖啊 甚至这个 有些神门血以外 病人很快就迅速的 就倒睡了 这种情况也不少见 但是作为这个病人病例 我看了 他这个就是 他的失眠呢 是相当慢性的 而且很难治 失了很多半了 所以这个 给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所以我就说 用这个临床的观察啊 他这个佛山脚呢 以后我就喜欢 也来用这个佛山脚 给我的病人来做 这个失眠的治疗 但是除此以外呢 这个失眠呢 除了佛山脚 他能治疗失眠 我发现 他还有很强的 啊 镇静作用 有很强的补气作用 因为肺 肺脏的这个颜血啊 太原血 是他其中的一个血润 大家都知道 太原是这个啊 脉汇太原 我们对脉弱的病人 有呼吸困难 呼吸弱 语音低弱 等等肺气区的病人呢 他有神志上 有这个啊 精神紧张 压力 特别是我们 现在美国和英国一样 都在面对着这个 这个COVID-19的这个 挑战 因为这个COVID-19 他对很多人精神上 造成了很大的stress 就发现这个 这三个血液用了以后呢 他对这个病人的 镇静作用 强心作用 心血管方面的 这个这个作用 对高血压的作用 都有调节作用 这个三角啊 就是三个针组成的 就是我们说的太渊 神门和内观血 内观会因为嘛 因为我个人认为呢 因为是我们 这个奇血 就是奇脉 因为啊 是我们就说 肺心胸 那么因为呢 实际上我跟他联系 就觉得他有这个因为 古人描述因为 因为我毕竟是学习义出生的 我就认为是这个 交感神经的系统 一个调节功能 所以我在临床上呢 治疗 交感神经 闻乱的病人 都会用内观税的 那么这个三角 就介绍给大家 那么我又从 黄历春老师这儿呢 又得到了很多的 这个 印象和启发 你比方说他这个 我们大家都知道 黄历春 是非在国内 是非常国内外 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学者 那么他的 被在国内是 誉为这个尔真王嘛 他的这个学术呢 传导 他是1995年来美国 后来我们就成了朋友 他这个传导 把美国是 美国大陆 是传遍了 那么在这个期间呢 他又去了像墨西哥 加拿大 又去了这个北美的 各多的诸多国家 后来他回到北京 以后又去了台湾 在台湾 就是非常轰动 那么他这么有名呢 他还在不停的 钻研他的学术 这个黄历春的 二锦三角啊 是他在美国 97年 美国佛罗里达州的 这个学会上 学会之前 他发表的 他说这个是 他最近研究出来的 他认为呢 因为这个耳穴 大家都知道 将来我们 有机会谈到耳穴的时候呢 耳穴是有对策性的 就是说我们在 诊断和治疗疾病 如果是左侧疾病呢 他的诊断是用左侧耳朵来反应的 一般左侧耳朵在器官阶附近 你看到血管充盈 你说你可能最近有器官阶痛 那么这个器官阶痛 不仅是有 而且是左侧 你会指给病人这个 另外的同时你会告诉他 如果像黄历春老师 他这样精准的话 他会说 你的这个器官阶痛呢 是最新最近才有的 而且他不是关节 他是一个韧带 他会知道是你的内侧 还是外侧 就会这么精准 他就这样有把握的情况下呢 他在提出这样一个理论 就什么理论 就是说 我们在治疗颈部机患的时候 很多颈痛 肩痛 这个是影响到了我们的这个大肠筋 那错了 对不起 影响到我们这个足太阳膀胱颈 和手太阳小肠颈 那么他就是根据他的这个 同侧之同病的这个理论耳术 那说阳侧呢 应该用耳背来取血 这个被他定论了以后 他实验了 发现果然 这个你们可以试一下 如果你们在做常规针究治疗 病人有颈痛 比方说在颈椎附近有压痛 夹肌穴附近 这个风驰肩顶穴附近 有压痛的话 你做了局部治疗 做了推纳也好 做了这个cuping也好 做了针刺也好 你拔完针以后呢 你再给他这个颈三角上呢 贴上三个痘 耳痘 这样他耳朵的好处是什么呢 他能携带去上班 或者生活当中不影响他 可以洗澡也可以 这样的话 他呢 你可以主病人呢 是让他带上这个 直到他下次来看你 一般一周两次 或者一周一次 都能他能带上七天 对吧 如果 无意装中脱落 也不要紧 就是你就说这个都 不要紧脱落就脱落了 这样你就会发现 你的临床效果 就会更好的提高 而且病人的这个 愈合程度呢 他的愈合的程度 就是我们我这个 在私下里和这个 王鹏老师交谈 就说 你在做完真刺以后 他的长期落地效应 就是说他治愈 或者说是在长期一段时间 那个缓解期 会大大的增强 大家不妨试一下 这个颈三角呢 就是由我们相投影的 在耳背处投影 当然有机会 大家可以大家讲 因为今天时间关系 就是在这个对耳轮呢 对耳轮的这个起始点 是我们颈椎处 对耳轮的起始点 颈椎处的这个 你可以按他的顺序 知道我们王鹏老师讲到的 王鹏老师讲到的 你可以实际定位 他的这个颈一颈二 颈三颈四 颈五颈六颈七 定位了以后呢 他在对这个背 耳背的放射去 你就找到他的对应点 那么这个地方你看到的 这是颈三四的对应点 这是颈六七 因为颈六七高了 你这个这个这个对耳轮啊 在耳背上是一个钩 这就是对耳轮 你们看到的这个钩 是个对耳轮 这是对耳轮体 这是对耳轮上脚 这是对耳轮下脚 那么为什么 其实很简单的 如果他这个在耳血图上 有病变的话 我能亲眼的看到他这 这样会有条索 那我说你颈七颈六 有条索 那我说你可能有颈椎 推行性病变 我就会说你可能有上肢麻木 这个病人就会很惊讶 对吧 这样下来有胸段 这有腰底段 像这样是腰底 这是底椎 这是这个腰五 这个地方有条索的话 你会诊断他 有时候你可以摸到的 你说你可能有椎间盘拖出 他会大吃一惊 说你没有做核质公证 你没有做X光 怎么知道我有颈四 我确实是有颈四五椎间盘拖出 这个耳血诊断是非常科学和准确的 那么这样的话 由此衍生 颈三在这的话 颈四在这 颈五 这就颈六 颈七了 对吧 那么这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这个点 你看他这是高出的 为什么是高出呢 它对应在对侧 在内侧的时候 这个耳朵 内侧是在耳周 耳周的尾端 有一个点 这是黄历春发明的 这个点是耳大神经点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这个耳大神经点 在我们在治疗当中 是非常有效的 用这个耳大神经点 颈三四 颈六七 这就构成了个三角 那么你们大家试一下 就三角扎针也好 压痘也好 我们在美国 不知道英国有没有 有这个叫ASP 这个ASP 是一种弹针 弹进去 它那个针头相当大 像个子弹一样大 它的效果就更好 也可以做 要我的建议呢 就是这三个点 你要是找准的话 你可以放一下瓷片 瓷片也非常有效 或者就做按摩 它也很有效 让它做颈尖操按摩 大拇指按摩 这个地方 也会非常有效 这个地方就给了我 很多的启发 让我听他讲课 这个是1997年 黄绿春发明 同理刚才我们说到了 这个是颈三角 在这个位置上 对吧 那么 对不起 我回去一下 看能回去一下 这个回去 我们刚才讲到了 这个颈三角 那么你往上 我刚才说这胸段 胸椎段 胸椎段到了11121314 你看这个地方 就是15了 15和底锥的交界点 因为你在这个时候 有这个对腕轮上脚的分支 对腕轮下脚的分支 这么一个 这个地方就要构成 一个三角窝 大家知道神门穴的这一带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这个腰底关节 这个地方 这一个点 大家取到以后呢 我们向这个 约尔伦下脚 约尔伦下脚的终点 是坐骨神经点 我呢 给徐老师 徐景林老师 发了一个图片 待会回头看一下 有一个病人 他有坐骨神经痛 他这个坐骨神经上 就有一个窝线 那么坐骨神经 这就是他坐骨神经 坐骨神经 这就是脖窝 脖窝你看 它是在背面 这样脖窝 坐骨神经 和这个腰底部 就构成一个三角 同理可得 同理可得 那么大家 其实啊 两个人在北美 两个人中间 就有一个人 至少有一个人 是有腰痛的 那么我在 就在上个周末 我去参加了一个 很大的一个讲座 这个讲座 是一个关于 这个marketing的 就是说这个 公益讲座 这个美国人讲的 他说啊 这个在美国 治疗慢性腰痛 慢性腰痛 占了美国的 这个医疗的 18%的经济 18%的经济啊 所以这个腰痛 是可能我们 针灸诊所最常见的 最常见的 这个疾病了 那么这个 腰痛病来了以后呢 除了常规治疗以外 你在天眼耳洞 你会发现 他的疗效 会非常的好 这是黄黎春老师的 两个三角 那么根据黄黎春 两个三角呢 我就在黄黎春老师的 耳靴上发明了 这个耳神三角 耳神三角当初也是 异想天开的 就这么用了 结果效果是非常的好 这个耳靴三角呢 是由神门 神门大家请一定记录一下 很多人把这个神门呢 以为神门是在三 这就是我们说的三角 刚才我们这就是对耳轮 大家简单呼吸一下 对耳轮呢 我们说的颈三就在这 颈三 颈四 颈五 颈六 这边是颈七 这就胸断了嘛 胸断11 12 13 14 15 底部啊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刚才说的坐骨神经 这是内胶感 坐骨神经 这是髋关节 那么这个 由这个对耳轮呢 做成一个上脚下脚 围成了和这个耳轮 围成了一个三角窝 大家都以为这个神门穴 是在三角窝的终点 那这是严重错误了 它实际不是 神门穴是在三角窝的 外上三分之一处 神门 那么 有了神门穴以外呢 大家到这个 到这个 这个叫 就是在这个耳周的尾部 这个地方 耳周尾部和耳 耳垂 交界这个地方呢 这个相当一个大的区域 相当一个大的区域 这个区域叫 神经衰弱区 神经衰弱区 我强调就是说 你要针字的时候 一定要针三针以上 因为它是个区 一针是不够的 你要有立体效应 那么这个点呢 叫神经衰弱点 这个神经衰弱点 我们把耳垂啊 我们把耳垂 画成九步 三步九后 画成九步 就说你这做一条线 这再做一条线 这再做一条线 这样的话呢 我刚才看见有个笔 我再画一下就更好 那么 那么我们把它画三条线 三条线以后 在这纵向再画三条线 就分成九个区 这个耳垂区 一区 二区 三区 四区 五区 六区 七区 八区 九区 这个神经衰弱点 在四区终点 将来我们讲耳垂的时候 仔细讲 现在就不谈了 那么这个神经衰弱点 神经衰弱区和神门 就构成了神三角 神三角的功能呢 就是治疗所有的神智问题 像失眠 焦虑 紧张 抑郁 躁狂 注意力集中不好 老年痴呆 失眠 这些效果都是非常好 那么我把这个 这个三角的叫它 耳神三角 耳神三角 我们下一个 下一个图片呢 这个呢 这个图片是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是在 一定请大家记录一下 这个非常好 这个它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印堂穴 印堂穴呢 是两个眉心之中 终点的印堂穴 那么 我们从印堂到前发季 终点连线 换一个点 这个点呢 是方式头灯啊 方云鹏 方式头灯的发明啊 它的头针有一个 这个重要这个 这个起点 这个点呢 叫思维穴 中文叫思维穴 这个思维穴呢 是个齐穴 思维穴你扎一针 然后本神啊 本神是 俗少阳胆经的 这个十三穴啊 本神 两个本神 这个都是半寸啊 发肌上半寸 这样构成一个头三 前额三角 前额三角 它的有相当强的 正经作用 和促进 促进记忆力 啊 你像这个老年痴呆 小孩的这个大脑 发育不良 你比方说 ADAD ADHD 啊 还有这个 这个PSTD 就说这个 这个 战后组合症 啊 这个它就非常 这就成了构成了前额三角 这就我们现在学了 大概就学了两个关于神的三角 一个是耳神三角 一个是前额三角 那么现在这样 但这张图大家看一下呢 应该是啊 也是我 我给他起的名字呢 就说 因为我当初治失眠的时候 我给学生讲课的时候 他这个英文啊 我喜欢给他们用一些简单的方法来记忆 我说你治失眠就要就用就用7766 什么意思呢 就7766 7是什么意思呢 就新金第七穴啊 这个神门啊 新包金第七穴大龄啊 7766嘛 六呢 就是赵海 赵海 它是一个八脉交汇穴 是个阴桥的交汇穴 它的功能就是让你的眼睛关闭的 阴桥的这个主要功能是让你的眼睛来关闭的 所以这个赵海穴 它是绝对是失眠的重要穴位 三阴交大家都知道了 三阴交大家都知道了 它是这个除了补血 活血啊 调节这个 下胶 三胶 肝经 脾经 等等 它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呢 就是 就是镇静 那么三阴交在治疗失眠当中是非常重要 它是脾经第六穴 赵海是肝经的 是圣经第六穴 这样的话呢 这叫7766 7766我是经常 以前是用它这样来做 做这个治疗失眠的 那么大多数失眠呢 大家都知道除了新肾不焦 肝血虚脾气 心疲两虚等等 这个甘息一节 特别在近代 现代社会当中 恐怕 跑不了的 那么就加了太冲 加完太冲以后就构成了足三角 那么我们大家学到了 现在就学了四个三角 是不是 但是这四个三角呢 总结一下呢 就是前额三角 耳神三角 Buddha Strangle 就是佛三角 手上的佛三角 还有梁式的足三角 这样四个三角 在同用的时候 可以说它的效果是非常非常 所以我管这种针法呢 叫这个多维的拯救方式 它是个立体的 为什么是这样说呢 我请大家看个录像 请大家看个录像 我把这个出来 我再重新看看 能不能进来这个录像 给大家看一下 我想想怎么弄这个东西 这样可以拉过来 大家看这个录像是非常好 那么大家现在能够看到这个录像吗 看不到现在 大家能看到是吧 现在看到的是一个画面 一个您的一个电脑的界面 应该是 等一下啊 看到了 看到这个了吧 看到了 你们能听到声音吗 声音 声音没有 那我来翻一下 他说我的血压呢 非常非常波动不平 非常高 他说上周治完一次以后 他的血压非常的平稳 而且他的心率 由心动过速 变成他特心动 心率也正常 只做了一次治疗 那么他这个高 所以为什么高血压呢 他是精神紧张 肝气一结 肝阳上套 所以我没有用其他针 没有所谓的降压 什么东西 我就用了这四个三角 大家看一下 谢谢大家 左三角 这刚刚讲的左三角 这个扎完以后 他的血压正常 偏头痛消失 仅仅一次治疗 上个月我还见到他 没有任何症状 这是具体操作 这是三针同下 这是佛三角 这是佛三角 最后就是租三角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录像就看完了 看完了以后呢 就说什么呢 就说 他这个病人只扎了一次 他的主速是什么呢 主速是高血压 而且血压波动 当初查了血压呢 是140 140 还是150来着 然后那个 舒张压呢 大概是90 100 但是他说可以到180去 他也不要吃西药 当然我们排除了 医疗上的风险 才给他做了 那么他除此以外 还有严重的偏头痛 偏头痛心率减 心率过快 这就是我们说 肝阳上抗 卖快 卖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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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呢 那么降血压 你可以做很多方式 去降血压了 我没有做 我可以讲到 这个针灸有一套 血位可以来降血压 我没有这样做 我当初看这个病人 就是非常的 这个情绪焦急焦虑 这个有一种 这种茫茫的这种感觉 那我想 在降压之前 先把它 镇静下来 所以说呢 我就扎了这个 四个三角 重复一下 这四个三角就是前额三角 前额三角 这个耳神三角 佛三角和足三角 我没有再做任何治疗 这样的话呢 下一周来 这是录像是第二周 他说这个血压 就在一周内 完全正常 偏头痛消失 心率正常 他说 他就是当初我们这个美国 不知道大家英国怎么做 他来了以后 就在我们诊所买了 十个就是 预付十次的治疗 这样的话呢 他能得到一些折扣 他就信的不得了 就是说这个三角针法 也有一个对 催动医生患者的 这个信 这个信任程度 和他的信心 这个病人呢 我在上 就是8月8号 做讲座 我请他来 我给他做这个耳术表演 这是现场的 那是大概一个月后了 一个月以后 他说没事 没事 没有 没有migrate 没有这个偏头痛 没有血压的波动 那你治疗的非常有效 就是我们 和王鹏老师谈到 一定要落地 你扎了这个针以后 他是当场好了 好了几天了 他能不能够持续的好 所以他第二次来 我是同法 如法炮制 还是扎了这四个三角 这样呢 我就把这个去掉 去掉以后 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课题来 把它去掉以后呢 我就再把那个图片打出来 咱们继续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现在 有问题请随时问一下 好吧 我们先问一下问题 我就知道我静点的速度啊 这些东西有没有问题 有这个问题是 各个三角针左右有不同吗 都用在一侧吗 不是的 三角针是用在双侧 除了你这个前额三角是一侧 就在前面只有一个 我是用双侧的 谢谢 这位是张医生 张医生 还有问题 你打在这我能看到的 谢谢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 也可以问 举下手也可以 我就 如果我讲的速度还可以 我们就继续好不好 我们来做到这个slide 我们现在就看到这个 大家看到黄黎春的尖三角了吧 现在 看到 看到谢谢啊 这个妮子 谢谢你给我反馈 因为我这个对这个zoom 还不是很了解 那么这个呢 这个黄黎春老师 发明的那个尖三角 也是非常有效 这是必取的 这个在临床上呢 我是非常喜欢压斗 压斗那个保持它的长效应 我们大家回忆一下 这个叫耳洲 大家能看到我这个箭头是吧 你能看到我的箭头吗 可以看得到 谢谢 大家我就回忆 大家复习一下这耳洲 耳洲很简单 耳洲就是我们整个的钱臂 那我们就说这是那个指 这是那个分析 就是一个过敏 这是万 万钱臂 钱臂 这就是上臂 那么这就是尖 尖不就在这 这就是尖关节了 尖关节锁骨 然后你再取 特别他这个肩痛啊 他指的是这个 肩痛是由于颈椎压破神经以后 你来用这个 这个 这个二大神经点 我说二大神经点的主要作用 是在做用于治疗 用这个二大神经点 颈三四和锁骨 这个叫翻成锁骨 这又构成了一个尖三角 那么我又发明了个尖三角 是非常非常有效 我现在马上给大家讲一下 我用的这个尖三角 你们不妨试一下 你们会非常非常开心的 那怎么来呢 这个是怎么弄 我还没去那个死来的手 那就这样了 到哪去了 就是这个 我来给大家讲像这个尖三角 大家能看到我这个尖三角 是由三个穴位组成 这个穴位叫中前穴 是我非常喜欢的穴位 大概在二十年前 我呢 在给大家讲这个 我们佛罗里达州 可以做针灸注射 给大家讲注射的时候 这个中前穴实际是对中风 中风病人非常有效的 这中前穴定位在哪里呢 是在这个大肠经第五穴 阳池穴 就是有一个鼻窝 你看 就在这个大肠 第五穴这个地方 和这个三胶经的第四穴 这个地方 这个连线的终点 这个连线 当你把手腕 自己把手腕打开看一看 你这个有个鼻烟窝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阳池 那么再到这个三胶经的第四穴 你这样 这样对好了以后 你这个中指打下来 这个地方正好有一个凹陷 拳嘛 拳的是来自于凹陷之处 这叫中拳 中原穴对中风 小而营养不良 消化不良非常好 但他其中中风最好 这个效果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临床治疗 中风的时候 除了头针 他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胳膊 患策非常的强制 他强制到了 你扳他都扳不动 当然你不能用力去扳嘛 对吧 那我们针灸用什么穴位呢 中前穴非常好 输筋活血 因为他介于大肠经 守阳明大肠和这个三胶 三胶少阳 这个三胶经 守少阳三胶经 他是介于两个经脉 所以除了在用这个肩颈 这些穴位以外呢 你把这条经脉打通的话 他就能马上活动 所以这个中前穴呢 在我的印象当中呢 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肩痛的远道穴 这样这个中前穴 大家找到了以后呢 我们就要去找这个第二个穴 就是太渊 太渊是肺经的圆穴 那么就说他可以作用到 这个肩前部分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守太阴肺经的起始于中交 上落于这个 上落于这个缺盆 然后他从这缺盆的出来 分出了我们的这个所谓的 中府云门 那么中府云门这个地方呢 如果有疼痛 就是这个肩前部分啊 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治了 我有个病人呢 这个全肩痛 活动范围受限 我待会儿有这个录像呢 我下次讲完课给你发了 这样耽误时间啊 这个病人呢 很多病人还就是 他这个肩膀就不能活动了 不能活动的时候呢 你来取对策 这是懂事齐穴的方法啊 叫倒马针法啊 你来取对策这个三角 就是手的太阴 手太阴筋的这个太阴穴 取中拳穴 然后取到我们这个 其实在 大家在国内都听说了 这是所谓的全息疗法 就是第二掌骨啊 第二掌骨啊 他从这个 从这个远端到近端啊 第二掌骨的远端到近端 分成十二节 十二节呢 分别有个头 颈 胸 胸腹 所以这个河骨穴 是相应于胸腹的 那么他的这个 第一节头和颈 在这个地方就有肩膀啊 找到一个肩膀 这个时候在河骨穴这呢 河骨穴和这个大白穴 这是董事齐先生的大白穴 这大白穴啊 相当于这个三肩穴 这个地方啊 大白三肩实际上是重叠穴 大白和这个三肩 以及的河骨之间 你找他这个痛点 这就是肩区 我可以保证你们啊 既然你回家就可以试试 如果我们有五十肩什么的啊 你扎对侧 对侧的这个肩三针 我可以保证你的肩膀 马上就可以活动起来 那么大家就说了 对呀 我这个效应是 你这很明啊 但是你能让我持续多久啊 是不是 我说我回家了 就这样就行了 我就局部就不用扎针了嘛 我不赞同这个观点 所以为了确保他落地呢 我是顺便把大家给讲下这个理论哈 因为我这个理论呢 他实际上从这个董事齐学者来 因为董工啊 董老董工这个 他是这个 研究发展自成一派一个独特色的一个针刀体系啊 内容是博大精深的 包含了针法也很广 他也用耳针啊 头皮针 他最大的针法就是倒马针啊 放血疗法 刺血 内容不但丰富 而且异于呢 传统 制法呢 简便 辽效显著啊 是在台湾啊 台湾本土的一个独特的针法 那最近呢 传到大陆 传到欧美啊 我呢 是他这个忠实的弟子 我不是他的弟子啊 我是他忠实的学徒 他的疗法特色一般呢 了解的是针刀医学呢 他是以十字经络啊 为主的一个理论体系 那么董事针灸呢 有别于十字经络 所设的穴道部位呢 也和365穴呢 大不相同 但是内容丰富 而且治疗简便 他最大的特点啊 就是倒马针法 那么这个 大家看一下这个手啊 他这个大白穴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三肩穴啊 和领骨穴 领骨穴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这个这个全息法的这个 相当于这个臀部啊 这个所以我们说 领骨是治疗臀部 臀部对侧臀部 一个必取穴 对侧臀部或者是 坐过神经痛啊 必取的 那他为什么要说 你治头疼 你为什么要取这个领骨穴 领骨穴呢 这就是这个 因为这个大白啊 是治疗头疼的药穴 我们刚才说了 待会我有一个录像呢 就是我的这个叫做 Pentatone三针呢 就是大白啊 大白和三胶筋的第三穴 和内观组成一个 Pentatone的三角 那么大白穴呢 是治疗头红的药穴 可是领骨穴呢 是治疗宽部的药穴 那么董工 为什么要这两个穴同用呢 他就是一个倒马针法 所谓的 倒马针法就是说 叫运气 就这两个穴 我要贯穿你整个基柱 那么到对侧去 怎么知道他这个气 要往精血要往那流呢 那么他就用了一个 叫牵引针法 这是他的大弟子杨维杰 发明那个牵引针法 就说 如果你要治对侧的宽部的话 如果这个宽部 是影响到了胆筋 你就要去 一般是他去取这个 锦银输金盒的银穴 或者是输穴 就是第三穴 像胆筋呢 一般是这个胆筋呢 就取这个第42穴 胆筋 如果是在膀胱筋呢 就取膀胱筋的 第60 65穴 因为胆筋一共是67穴 到了治阴 那么我们用65穴呢 作为数学来牵引 所以我给大家讲一下 他这个理解这个三角 是什么意思 就说我们在 扎下这两个人针的时候 就好比两匹马呀 已经这个两匹骏马 已经非常 就是给他一个 非常强烈的一个 这个骑手撞 他们已经是整装待发了 他就但是他不知道去哪里 他就来 这个马 你可以想象 用你的想象力 就说这两匹马 已经是这个 江山拉紧 这个马头羔羊啊 准备要跑了 奔跑了 但他不知道去哪里 所以医生呢 要给他一个牵引 就说你要到这来 到我们张家寨来 到我们酒寨沟来 所以因为 如果你用大白和这个 铃骨来治疗 要治疗这个 臀部的疾病的话 你给他一个牵引 说到这来 就是这个向导 就是我们说这个 方济学的这个 君臣左使的这个史 就这个向导的话 我们在 你可以用玄宗 玄宗做比方来说 我们胆襟 往这个宽冠街来引 你一扎玄宗呢 就给他一个口哨 就一个口哨 走跑 那么这两匹马 就开始跑了 他一下就向对侧的 对侧的这个 沿着这个胆襟 就跑过去了 他在跑的这个时候呢 就会很大的激动了 这个精气 叫动气针法 这是懂事动气针法 就是说 在跑这个都是 你要让患者活动宽布 这个气就在那要停留了 叫circle 这样的话呢 我们局部再给他一个 刺法 你比方说用这个 环跳穴 一扎跳 那么这个马就会在这 停住了 就会在这来吃草了 那么我们在最大程度上的 把这个精气 精气啊 去引导了病处 所以你的疗效会非常的显著 是即刻实的 即时的 而且是强阻 那么回到我们讲这个 尖三角的话 如果你想把它滞留 我们用什么针法呢 用三角 三角我的理论是什么 你在打开三角的时候 它形成一个 它这个马还没有跑的时候 形成一个强烈的 三维的创机 分子的创机 这个精气的创机 它这个创机呢 就越卷越大 像龙卷分一样 越卷越大 那么你要把它牵引到肩部 它这个气血马上打开 怎么去牵引到肩部呢 那么它是肺筋 对吧 是肺筋 你就可以在这个中腹上扎一针 扎一针这个精血 精血气血马上就跑过去 大家都明白这个意思 所以我就不在这多讲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来到了我们的所谓的 这个尖三针的另一个含义 就是说局部你扎不扎 扎 但是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扎对策 我们说动气针法的时候 我有录像给大家看 这个病人扎完以后 他马上就可以动 他原来只能动到这 他就很吃惊的 病人会很吃惊 他胳膊能动到这 那么你想想对病人的这个 这个信心会有多大的提高啊 他就觉得你这个医生不得了 他说很多病人就是 Oh my god I can do here I can before I cannot do here 就说我原来是不能到这 我现在怎么一下就能到这了 这个时候呢 你再换侧 换侧呢 这去扎他的锁骨三角 就是我们说费金的中府云门 还有这个卫金的气护穴 当然了 昨天我正好讲完这个东西 在纽约群 有人就问到怎么个扎法呢 这三个地方是 不要用长针啊 用个半寸针 而且不要用提叉 这个针间呢 是指向肩部 肩关节方向直去 向外 向外向上 记得向外向上 你就竞争以后要得气啊 得气是必须的 你得气就好比你给马这一鞭子 你不打这一鞭子马不跑啊 所以很多人问我要不要得气 你不得气就不要扎针了 好不好 不得气就不要扎针了 那么怎么去得气呢 还可以扎针嘛 但不要提查 提查是禁忌的 因为要伤到肺 这样的话呢 病人就会有长期的效果 就是要落地了让他 局部让他有生理性的修复 这我们王鹏老师提到 你能不能让他落地 我能让他落地 我的病人 有治十次啊 慢性这个五十间 治十次治好了 他信你了 他不走了 他说那我 你能不能够治我的消化 你能够治下反酸吧 他信你了 就增加我们诊所的性欲 我这个对不起啊 我这果果现在还找我 好大家这个对这个尖三角 我们待会可以稍微留一点点时间 讨论一下啊 那么这个尖三角就是这个情况 除此以外呢 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个 这个手的金三角 这个手的金三角呢 非常简单 就是大肠的二三四血构成 这个手的金三角啊 他可以治疗这个高烧 和我们这个点刺放血 大椎啊 耳间放血啊 治疗高烧是一样的 他也可以治疗 不明原因的发烧 啊 你像这个 这个 后背难听啊 发烧 也可以用他 点刺放血 啊 也可以就是扎针 就可以 可以治疗手控 特别手麻 手麻你可以扎呢 对侧的 可以扎对侧的这个 手三角 他可以治疗对侧的手 手指麻木 可以加这个等式的 这个五虎穴的 虎一 虎二 来治疗 冰床效果非常好 那么将来有时间 我觉得这个徐老师啊 王鹏老师啊 冰鹏老师啊 都是特别特别的 这个友好 也非常喜欢大家 如果将来有机会 再来一次 我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 想想讲 讲一个这个 扎这个 这个口干症啊 口干症用耳穴 用三个穴 用手上的三个穴 就能一次见效 你们都可以 不可思议一次见效啊 这个 我有病人是这个 就是这个食癌 食癌做了这个 放疗以后啊 他说话都要喝水 他说一小时要喝 半夜一小时要 痛苦万分 他是一个 我很好的病人 他私下里跟我聊 他都痛不欲生啊 他都有这个自杀的 自杀的念头 那么加了一次 他就可以 他就可以这个 拓液分泌了啊 这个将来我们 再去谈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这样的 手三脚 那么再给大家讲一个 臀三脚啊 这个臀三脚呢 有一个穴位啊 就说 这个这个 这个穴位 这个穴位啊 臀中穴位啊 在这儿啊 大概是在 我在做 做过神经 在我的诊所上 做过神经痛 病人非常多 我在做 做过神经痛 他有这个 前肢 侧肢 后肢啊 这个后肢最典型的 像膀胱筋 你要去查 西门啊 陈山这些穴位 都要查 那么胆筋呢 你要查到这个 风势啊 像杨丽泉都要查到 那么像肝筋放射呢 像像这个 离沟啊 什么都要去查 那么 无论这三脚 怎么去查呢 这个穴位 是必要去检查的 在在长期的时间中呢 这个穴位是阳性的 只要你有做过神经痛 只要你诊断了 做过神经痛 这个穴位肯定是阳性的 所以我就在这扎跳 那么扎多了以后呢 有一次一个 美国学生就问我 这个穴位叫什么名字 我当初就糊弄他 我说他叫 屯中 因为在屁股中间吧 叫屯中 学生说怎么拼啊 我一看他认真了 我说TONG ZHONG 后来就学生后面 又问我了 很认真的学生啊 但是我查了书了 这个穴位没有 我说这个穴位 是我发明的 好不好 从此以后就叫屯中 所以这个穴位呢 是我管他叫屯中 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 是这个膀胱筋的 第五十四穴 直边穴 这是环跳穴 短筋的环跳穴 这样构成一个臀三角 臀三小 在我的认识中 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治疗所有的 宽部 臀部 做过神经痛 这个Bersides 宽关节 致幻术痛 这三角是非常有效的 这是局部 不是对策 这是局部 那么屯三 他配合那个董事的铃骨穴 铃骨穴 在对侧的手上 配合铃骨穴 但这是同色 我们徐老师发过 在微信群里发过录像 大家回去看一看 他是由这个 屯中 支边 环跳 三个穴组成 那么我们刚才 刚才讲课之前呢 为大家说 大家可以去按摩 摆虫窝到雪海 取权这样顺时针的按摩呢 这个叫 这个其实叫国三角 这个国三角呢 他这个你坐在那没事了 你就摸啊 和你的同事聊天呢 有剑 补肾作用啊 所以我们中老年 这个糖尿病啊 预防糖 血糖增高啊 相当于你服这个 服这个桑液是一样的啊 他有这个促进血液循环 因为他的曲权呢 是干净的和血 和血的话 他是一个补血血啊 所以他能够增加血液循环 而且因为是干净呢 他开向阴护部 所以他呢 又治疗这个阴部的 这个骚痒 皮肤骚痒啊 特别配合摆虫窝血海 大家都知道 这都是治疗皮肤病的 也有很大的作用 像妇科的这个 月经不调 或者是白带过多 他都有 那么我们说 长期按摩这个地方啊 他又有这个 强行促进血液循环 还可以减去你的这个 激怒啊 所以将来 你的太太或者你先生和你吵架 你边揉着这个薄窝区啊 三角顺时针 边逆时针 边揉着这个 边和他理论 就终于发火了 那么再往下走呢 我们还有一个叫 这个足三角 这叫站立三角 这个站立三角和我们 刚才我说那个 我那个足三角必要 他是由三阴胶 燃骨 那么燃骨大家知道是溶血 圣经的溶血 这样的话呢 它是轻虚热的 相当于憋甲作用 所以这个这个三角呢 水泉 圣经的这个落血 他这样构成这个三角是治疗 这个五星凡热啊 阴虚 内热的 倒热的啊 就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个 这个叫做下腹三角 下腹三角呢 非常引用 下腹三角是一个补血 这个三角呢 在治疗慢性疲劳综合症啊 特别你用这个埃揪 给它让病人回家 去做这个神觉穴的埃揪 再加上官员穴啊 官员和天书 他这个天书呢 在这呢 起到一个补血作用 这是增加血液循环 我今天还有一个病人 打这个短信问我 说我减少了这个 β blocker 就是这个高血压这个药 我要减低的话 我能不能 你能不能针灸和 这个按摩 帮我促进我的血循环 我的血循环不好 我当初就说 当然可以 我说你现在就在家 埃揪这个地方 这个是个老病人啊 那么这个是个补血啊 给大家讲一下 那么我又发明了 有上腹三角 既然有下腹三角 就有上腹三角 上腹三角 大家其实每天都在用 减肥 李小丽 我的好朋友 李小丽 她有减肥中心嘛 我们说这个减肥 用那个中腕 中腕和天书血 都是墓血 一个是胃的墓穴 一个是大双硬穴 我们叫上腹三角 上腹三角呢 也叫小 胃小三角 我有一个胃大三角 胃大三角 大家天天都在用 实际上大家不知道 它就是胃大三角 对消化系统的胃酸反抹 胃炎胃溃溃扬 是有非常好的效果 胃肠炎 那么胃大三角 是由什么组成的 是由内观 足三里 和中腕穴组成 胃大三角 这个好像我已经把图像发给了这个徐老师了 大家看一下 因为时间关系的 我们讲最后一个图片 这个图片呢 它也很有很有很有实用价值的 这个也叫什么呢 叫膀胱三角 膀胱金三角 金三角 它怎么金的金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三角可以治疗所有的笔阵 临阵 说错了不是笔阵 临阵 龙臂 男性前列腺肿大 前列腺肥大 小便 小便这个急 朔 痛 尿道感染 或者是小便淋漓不尽 甚至我用它来治疗这个膀胱脱锤 加上这个百慧 双百慧 这个气海穴 治疗膀胱脱锤 效果明显 它是由什么组成的 由这个韧脉的第二穴 曲骨穴 就在曲骨上 正终点 曲骨穴和这个我们的 这个胃经的第二十九穴 叫龟来穴 龟来穴将构成一个膀胱筋三角 这个膀胱筋三角在我的临床当中呢 它的牵引穴呢 非常重要 一定是三阴胶 这个我做了无数列了 简直是效果是非常非常好 就是治疗我们以上说的这个病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用它用三阴胶通电 三阴胶通电呢 负极接三阴胶正极接到归来 同侧的 用它疏密波 那么我治疗病人呢 他从很远的地方来看 他说扎了三次以后 他的五次尿瓶就变成两次了 后来他就 我推荐了一个同事 他要搬到 他是我们这个佛罗里达州啊 美国我在佛罗里达州 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到了夏天 他就回到北边去 他回到北边去呢 他说你帮我介绍一个医生好不好 他说这个 因为他那时候只是一个月来看一次 维持一下 另外这种治疗呢 我在治疗两次啊 两次啊 两周对不起啊 两周 因为这个病人短期在我这里停治 呈了一些肥大 他的PSA当初是高的 治了两次以后呢 就是一周治三次 治了六次 治了两周对不起啊 治了两周六次 那么两个星期过去以后呢 我接到一份信 莫名其妙从纽约州啊 说他做完以后 他的小便品啊 从这个五次啊 还是四次 五次记不清楚 就降到零次 或者一次啊 就正常了 因为年纪大了 一次都是正常的 最关键 他把这个化验单元进来 他的PSA啊 就是前列线的那个PSA啊 从七点几变到五点 五点几啊 这是铁的事实啊 就是让这个落地了啊 我的讲究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面有什么问题 可以提问 谢谢 正好一个小时 谢谢 请大家提问 您看一下这个 查特里面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请教 前额三角的真词方向 这个问题非常好 好了 我先来回答张涛老师提问的 这个前额三角的真词方向 我有那个录像 给大家看呢 你们看到我去 没有那种没有针 这个思维啊 和硬塘穴是一样的 你要拿左手啊 这压手啊 把他的皮肤捏起来 半寸针啊 半寸针全部就可以进去了 就是45度往下 之间向下 那么这个本神穴呢 压手把头发压住以后呢 也是向下啊 我们用他一个卸法 卸法 半寸针 啪啪弹进去就行了 我有录像 将来请徐老师给大家发 发到微信群好不好 我有这个录像的说法 那么看看第二个问题是这个 呃 李杨玲老师啊 请问手三角 治疗口干扎哪侧 啊 这个问题非常好 这个呢 现在我不妨就给大家了吧 这样你有感兴趣了 这个耳穴取三针 耳穴取三针哈 我现在就给大家发下来 我是给大家发下来 还是给大家打过 这样吧 我这个大家赞扬我很快的哈 我给大家画一个图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这个很很快的 我来给大家 这样你们大家看得更清楚啊 啊 我把这个啊 梁老师 囤三角 囤中穴的具体位置 好 我给大家描述 这个我都给大家讲一下啊 好 待会大家可以用语音来问也可以啊 啊 我现在想给大家做一个非常好的表演 这样大家 大家能看到一张白纸吗 现在看到了啊看到了哈啊 这样非常好 我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大家看到这个耳朵了没有 看到耳朵了吧 看到了 好 太好 谢谢你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看他来用一个什么那个鼻炮哪去了呀 就这样子 对哈 那么我用一个这是我们说的我的那个耳神三角哈 因为那么现在我用一个蓝色的笔哈 蓝色的笔来看一下啊 我一定要给大家 啊把这个讲一下 那么耳穴呢 这个这个可不是我发明的这个穴位啊 就叫塞线二 在哪大家能记住吧 这个塞线二在哪里很好记 就在外耳道啊 出口的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看 看看自己的家家里面的亲友的这个耳朵 就在外耳朵的出口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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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亭呢叫耳甲亭啊 这个穴位呢 啊 请大家标志标示一下 现在我不想给大家太多的把这个图像弄坏了 这个穴就叫塞线二区 记住了吗 好吧可以往下走啊 然后呢 我再给大家神门穴啊 神门穴 大家都知道神门穴吧 零点 啊 你看这是不是个三角啊 漂亮的这叫拖叶三角 这三个穴啊 这个老师问是扎同侧 我们不是是扎双侧 而且扎针的顺序很重要 大家记一下好不好 大家能记一下吗 有一位 我能记了 记了 我有六个步骤 大家记一下好不好 六个步骤 这个是这个是一针见效的 一杆见乙的 我我可以这样跟你说 如果有口干啊 让别人躺位啊 平躺位 第一针呢 记住了 第一针是扎右侧的 唾叶二区 针尖向下 半针 针尖指向哪里呢 指向六点 大家懂这个意思吗 就是指向耳垂啊 指向六点 浅测 零点三 三个好 大家记住了吗 可以往下走吧 杨老师 杨老师 牛奶太快了 嗯 太大 好 好 谢谢你啊 这个我再慢一下啊 我们 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 快餐吧 因为我的时间到了 我绝对的不好意思 因为大家都是星期天晚上九点的 要休息了啊 但大家不在乎的话 我就放慢一点啊 不算 你放慢讲 嗯 谢谢你啊 我还有一点就教 我有一点焦虑了 应该给自己来个 不用不用不用 没有了 我们都是希望能 我们愿意听 但太好 那这样 那这样 啊 我记住了哈 六个针六个穴位呢 分六步 六步 第一步 右侧 不管哪里 右侧的拓线二区 半寸针 啊 我们都是用半寸啊 半寸针 待会我把我女儿抓过来 你表演一下好不好 表演一下 我把这个整个过程 给大家表演一下 他们在楼上开party 说对我们是不是不公平啊 他们在打德州扑克 好多人 我这个狗狗也在这凑了我 我再重复一下第一步 我将来把这个发给徐老 我要把这个发给徐老师吧 我将来一定要发给徐老师 啊 让他发在微信群 大家这样的话 都不会啊 都不会错过这个 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这个东西呢 不是我发明的 这不是我发明的 这个是一个美国的军医发明 你们听说过战地尔真吗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战地尔真 听说过 我没听听说过在美国吧 我听说过 我是学过 战地尔真呢 我是 非常常用 他是用五个穴位对吧 这个战地尔真这个发明人啊 是一个美国的军医 他的这个头衔很大 他是个营级啊 他发明的这个 这不是我 不是粮 千万别说粮食的 拓液三针 那就就坏事了 所以大家 将来我们有机会啊 我就跟徐老师讲的 非常想到伦敦啊 非常喜欢伦敦 想让大家亲自见一下 就讲一下这个 黄玉川耳针 这个耳穴啊 你要是不实际操作 你学不到的 你会看 我待会看到耳朵就会 就能给你诊断疾病的 这个都不是吹啊 这都是很准 那么当初小丽在的时候 我们去 我去联伦敦两次小丽 都见到小丽 我们在一起玩啊 对伦敦的印象非常好 你们是大城市 我们这小乡村啊 全世界最大的城市 好了第一步啊 说到浪费时间了 第一个步呢 是这个耳拖液血 二区针尖向下 指向六点 就是说你把这个耳朵 做一个闹钟的话 这个就是 你看这个红点 它就是六点 就针尖是指向这个地方 好不好 针尖指向这个地方 所以说呢 它这个针刺啊 给你画一下 这个针刺一定要这样 一定要这样 而且要浅刺 0.3个公分 一定要浅刺 到导很多啊 大家第一步完成了吧 大家给大家举个手 或者说一下 好吧 谁把录音 是有一个人把录 可以了 可以了 我们走第二步 可以了 第一步是右侧 第二针是左侧 大肠经的第一穴 懂了吧 我有这个图片的 你们要是不着急 我能找到给你发过来 其实 算了吧 大家都知道大肠经的医血 我给大家比划比划来 那就是说 就从这儿进去 它这个血液变 变成到这个 伤阳 伤阳 伤阳死 伤阳穴呢 但是它有个变异 就是说你大概要在伤阳穴的近端 近端大概半寸左右 竞争 所以我管他叫什么呢 我不管他叫 我们喜欢 我喜欢用英文 不喜欢用正常 那么就 我要叫他什么 叫他 叫叫large intestine 一点 一点什么 一点二 如果大肠筋的 这个二间穴 不管他叫large intestine two 给大家打出来好不好 我在这也可以打字的 我给大家打出来的 他叫large intestine two 那么这个 这个穴位实际上不是伤阳穴 他是伤阳穴的变血 他在伤阳穴上两分 两分处 评测 评测15度 竞争0.3 评测 二间方向对吗 朝二间方向 谢谢苏老师 朝二间方向 这是你的第二个步骤 完成了没有 可以 第三个步骤 第三个步骤是左侧的二间穴 向上二分 次向三间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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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啊 我给你表演一下 你等一下 我给你表演一下 很快 那我马上 回来 这这些穴 大家不用着急 以后他需要都会总结 从文字发在那个微信群里 是吧 因为这有录像 总结 发到那个群里 跟梁老师确认以后 我会发到这个微信群里的 好吧 大家就这一 大家一下时间 大家都看见我实质了吧 大家看见我实质了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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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行 是吧 真的 真的行 是不是 左侧 左侧的拖延区二区 左侧拖延区二区 记住了吧 增加上下 净增0.3 0.4 0.3 就是第1个是拖延二区 然后第4个也是拖延二区 一个是右边 一个是左边 好了 太好了 第5个步骤是什么 第5个步骤是左侧的神门 和左侧的零点 完成了吧 左侧的神门是耳部的神门对吗 对呀 左耳神门 左耳零点 好 第6步 最后一步 右耳神门 右耳零点 我们完成了 哎 还没完 都记好了吗 什么点呢 又听清楚 零点 零点 咱们说的咱们 中国人叫隔钟啊 就这儿了 对 就是耳轮角那个 这个耳轮角的终点 对 这个这是胃啊 这是胃 这是口 这是口食管 食管 胃 这喷门嘛 幽门 小肠 大肠 他把它围起来的这个 这叫 这个徐老师知道啊 这个我们叫耳轮 这叫耳轮角啊 耳轮角的终点是什么 终点就是这个隔钟嘛 隔钟他们 外国人叫零点 好不好 大家都完成了吗 第六再请讲一遍 第六 第六步 最后一个步骤 就是回到右侧的神门 右耳神门 和右耳的零点 结束战斗 老师请你再讲一下三 三就是二间穴的 二间穴上两分 向三间穴方向评测 竞针0.12 大家都写好了吧 好了 现在非常重要啊 这个非常重要 留针60分钟 留针60分钟 相当就一个小时 这个时长啊 这个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要让他再继续的工作啊 经续继续循环 但是你在15分钟到20分钟 去检查病人的时候 他说他已经有分泌了 拖延有分泌 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第二天再来扎一次就完了 不是在等第二周 是第二天 如法炮制 这个疗效可以长达三个月 好不好 就是对这种各种的口感 对吗 还有增加 就是像我们英文叫做那个叫做一个腮线那个叫什么 那个英文叫什么叫这个这个 Clevagrant 不是不是他有一个腮线疾病叫什么 我现在脑子不好用了 就是任何口感吧 眼干都可以用 眼干我们再换眼血就行了 好不好 好这个就不答应大家 我看还有 肇纲三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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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眼干耳干阴干三干症 对三干症 谢谢 三干症 效果不得了 你们都会自己都会让病人打 我有录像的 病人 病人呢 我把录像发给你 病人就是做了这个 他来回来以后 我给他录像了 他告诉他 他是怎么好转的 这个病人 有的 我看有八个聊天 我要查一查 大家我们不要把这个今天的重要任务 大家已经耽误时间了 前面我们讲了这个了 讲了口干了 我们先往下 Bladder Triangle 这个Bladder Triangle有什么问题吗 就打了个问号 想知道什么问题 关于这个膀胱三角 Bladder Triangle就是膀胱三角 那么我们 膀胱三角拿几个鞋位 膀胱三角是驱骨 任败的第二穴 驱骨穴 贵来 水道是干别的事 贵来 贵来是第二穴 贵来在哪里 贵来在驱骨穴上一寸 旁开两寸 这是应该主要明卫经的 基因二十四 应该是旗下四寸吧 水道归来 旗下四寸 旗下四寸 旁开两寸 对一样的 对 因为齐和驱骨之间是五寸 对不对 对 那么这个吕老师 吕海银老师问 臀三角 臀中穴的具体位置 我们要讲这个了 杨老师 您先打断一下 刚才这个膀胱三角 这个三角 您的话 您竞争的话 是竞争方向 是什么竞争方向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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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寸半 一寸半 要病人的这个气 要传导到会音部 就真感到会音部 囤三角 这个就是那个 这个就是曲骨和两个归来在一起 对吧 这就是三角 对吧 曲骨和两个归来 这个图片 我只用了一半 因为那个图片 它是女性 你要弄全部 它不大 不是不好意思 对 这个梁老师 您的这个实际上 在那个归来这个位置 和曲骨这个位置 是不是实际上 那真下应该是这个 阴护神经的 那个相关的位置 谢谢 您答对了 是哪一位啊 这是哪一位是 我叫高艳 高艳你是高手 没有 这就是对存在 那么同理可得嘛 我们这个图 竞争三角 我就没讲 不好意思讲了 杨美 所有的心中的问题 就解决了嘛 对 因为就像我说的 您这个问题 现在我手下 有很多病人 长焦病的 不论年轻年老的 都有新功能的问题 长焦病用那个 站立足三角 站立足三角 等于是一个是 我看看应该是 站立足三角 是三阴焦 阳骨 水泉 水泉 阳骨 水泉 那就实际上 等于是清热 然后 取泉 还有取泉 对 这个 它对所有三角 所谓的效果是什么 三焦热嘛 对不对 对 清热就是 你这个把这个 下焦的热给解 然后你再用这个 微大三角去解决 中焦热嘛 再用废三角去解决 上焦热 不就完成了 没事 三焦之热 去清掉就行了 清掉就行了 对吧 你可以用这个 小可丸 用六位地环丸 像你这个 站立三角是 直白地环丸 六位地环丸 的绝对适应症 对不对 它就是一个 声音虚嘛 对对 就是这样 应该是 清虚热 实际上 就是你们说的 憋甲 清虎 清虎散啊 对吧 好了 我们回答 屯三角的 屯中位的 屯中 你自己拿手摸 屯中 我不好形容啊 这个穴位 做过神经 肯定是阳性 这个穴位 我个人认为 不是一个固定的 不是一个固定的点 您说的 是不是就 李壮基的附近的位置 那个穴位 对 李壮基固定穴 实际上 他这个穴位在哪里啊 我跟你说 我要是具体 我都没有仔细去想的事 这个穴在哪里 我自己都查到了 我来给你 我来给你 不要说吧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知彼 庞开中线 庞开都脉 两寸半 庞开中线两寸半 在哪里啊 比15是同水平 15 行了吧 这就是梁式的囤中穴 将来要上 腰移 应该是在腰 我想是腰移 腰我 腰我 腰无底 平腰无底 庞开中线2.5寸 这个穴 做古神经病 你去试吧 肯定阳性 而且越阳性 他的做古神经 越重 越阴性了以后 他的做古神经 愈后越好 那么我在出诊的时候呢 我让学生都是做 四个加号的 这个点 这个点呢 加号 如果是三个加号 就是他就相当严重了 如果是四个加号 那就不得了 就不要扎 局部不要通电 那就要加重 这个一定要用这个对策的 零五大白 用三音胶 那么 这个囤三角呢 扎跳 一定要扎跳 我有视频 你一定要扎跳的 不扎跳没有效的 这个经要传导到 他的那个足部的经济 否则没有效的 那个扎跳 是不是应该扎点 磊状肌的那个扎跳以后 然后缓解那个 做古神经的那个压迫和水肿 就会缓解疼痛对吧 高老师您太高了 高老师实在是高 没有我相信您 您讲的课太精彩了 我们下看下一个问题 梁老师 扎跳之后还要留针吗 扎跳一定要留针啊 扎跳要留针 扎跳要手气 就是往右旋转 365度 让它守住 守住以后针还要留在哪 留多久 留25分钟啊 您扎跳了 您扎跳以后 您的深度是扎跳多少 是一寸三寸三寸针 三寸针扎跳 我有表演的 我会放 而且我在临床上 我我跟你讲一下 我为什么叫 我为什么我的这个针法叫 叫多维呢 叫立体呢 就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还不够 我有一个录像啊 就是说你用三寸针 那这个你说三寸针 这个太统一了吧 我来一个265磅的大胖子 你用三寸针 你能扎到并锁 黎壮精也扎不到啊 就是所以我在讲 所谓我在讲 我下一个下个下个月 我有一个实地讲座 实地讲座就是说 这个立体针法呢 就是我管它叫 双层针法 双层针 什么意思呢 我应该给你代表演 就是说你用这个三寸针 扎到盆中穴以后 得气了 再拿一个五寸针 同在同一个点上扎下去 那么什么意思呢 那么你看是不是个立体呢 就说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报警的话 在伦敦那么一个 一个狭窄的街道 你有一个 你报火警 说是三楼着火了 火警来了以后 爬到房顶上 往下浇水 它这个浇水怎么就能确切 你能说它浇到三层了 三层的火 它浇到了吗 你就在那搭个水管子 撕 它能浇到三层吗 也许你这个第一个水管子 打到你 你把窗户打破 第五层的窗户 如果这个五层楼啊 你拿一寸针 你把第五层楼的窗户打破了 你浇了水了 没有用啊 你把第四层的楼的窗户打破 你拿个两寸针打破 浇了水 还是没有用啊 你必须拿一个三寸针 扎到那个第三层 它去浇了水 它是不是才有用啊 梨状机才扎到了吗 你怎么你知道 你扎到梨状机了呀 所以这个我叫英文叫double layer 中文叫双层针刺法 多维的针刺法 才能起的一个真正的救火的作用 谢谢大家 我们下看 米走神经 米走神经可以不着急 米走神经用尊钩的穴位呢 就是内观 用耳穴就是零点 零点是非常重要调节 米走神经的重要穴位 为什么零点这么有效啊 你说 郭医生我问你个问题 你说你让病人去 要小便 他就能小便吗 他不能小便吗 他这个不是受他的意志来控制 他不是运动神经啊 他是米走神经支配啊 所以就要 小便困难的话 你就要用什么 用这个 米走神经的点 米走神经在哪里啊 就是零点 零点就是米走神经点 可以不着急 很精彩 请把数字 好写在三角上 对 数字号 对 那个梁老师 您刚才说到米走神经点 那是不是在耳 应该是在耳道口 那个点 您说那个腮线的那个点 应该那个位置 实际上就是米走神经 耳部 在这儿啊 搞那么复杂干什么 在这儿 这是你的米走神经点啊 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 这就是你的米走神经点啊 那在那个耳道出口的那个点 也有一个米走神经点 不是吗 这不是啊 这个是 这个是实际上他叫 您叫塞线 到塞线点 塞线二点 塞线二点 但是因为我这边那个 呃 城市针灸里边 他们就是 那个耳道出口 这个是叫米走神经点 他对那个 是这个为止 嗯 那是对 也有可能 他因为那一个 有一个欧式的 这个耳针吧 嗯 啊 这个米走神经点 那么实际上 你这个米走神经 包括大了 你还可以用 交感神经啊 那点 在交感神经的外点 是米走神经 嗯 对不对 然后你还可以用 这个所谓的 耳大神经 他也在 耳大神经点 也是一个 嗯 啊 请问老师 下腹三角 天竖穴 侧 双侧 所谓下腹三角 下腹三角 是双侧天竖 加官员穴 构成 一个全身骨穴 全身骨穴 屯中穴 位置在角 请问连老师 屯中穴具体 我们讲过了 枝边穴 图的 不像是枝边穴 那你就还是加 支边穴 支边穴更准 干眼症 加哪些穴 干眼症再加 再加这个墓穴 墨 加这个 加这个 这个耳垂的正中点 啊 干眼症加这个耳垂正中点 还要加肝 还要加什么 还要加 这个叫 Vision 2 这三个点 构成一个三角 眼干症 看没有 回答这个问题 那么还要加太冲 太冲 加太冲 提升上加太冲 好了 今天就不占用大家时间了 已经一个半小时了 非常感谢 我看我们是于心为尽 那这我们将来有机会 正在跟徐老师 跟这个 黄鹏老师 还有这个 冰鹏老师联系 等到病毒结束以后 我们做实体讲座 好不好 您再讲几次吧 在网上听起来很 很过瘾 我们会再请您来 来这个 这个学生讲 再讲几次课的 我最后问一个问题啊 王老师想 就是您这个三角针 的扎针顺序 是顺势针还是逆势针 这三针 顺势 顺势为补 逆势为现 就是说 扎针 比如说 就是说按照顺势 真的方向扎这三个点 是吧 一二三 都是这 对 这是相对的 这个问题相对的 王老师 非常好的 非常精疲的问题 王老师 非常爱你 你比方说 我们要取手 这个佛三角 如果佛三角 我们用它来治疗诗面 这个诗面是心生不骄 我们大家都知道 是圣殷勋 那当然是要补法 补法的话 我们叫顺势针 那么第一针 先下哪里 下太渊 我们如果把掌方上的话 我们看一看 太渊是顺势针 第二针 是不是顺势针了 我们扎神门穴 是不是顺势针 第三针扎 内观穴 是个补法 下针的时候 也是用补法 王鹏老师 这个问题太棒了 好的 谢谢您 谢谢您 刚才因为您扎 那个有一个大三角的时候 是属于扎的是那个潘老师那个 那个双螺旋 先扎左再扎右 它是双螺旋上来的 所以这个有点那个什么呢 有点迷糊了 对对对对 因为它是耳朵嘛 先扎右再扎左边那个手 再转发 那个不是我发明的 那个是它就这么说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 如果我要是听 梁老师您在这边 那个手三角了 那个太渊神门和内观 您那个竞争深度多少 太渊学这应该还是 您是到血管壁 然后看到血管跳动吗 还是 我说实话 我喜欢扎一寸 但是其实半寸就行 但我本人 内观穴 我一般都是让别人 有扎跳的 就是说它 它总是要说中止 或者缓止 有这个麻木感 我不扎到这个 我不罢休的 所以我竞争是一寸 但是我建议半寸就行了 那神门 神门和太渊学也是这样 也是扎到这个 这个穴位 会有这种血管跳动为最佳吗 就是因为它 跳针是 跳针我认为目前来说 从客观向来说 一个体真来说 是德西的最佳方式 因为太渊学和神门学 实际上是两个动脉的位置 它等于是 一个饶动 对一个饶动 这边饶动 一个是齿动脉 这两个 然后真体 如果在这个血管壁上 它会随着这个血管进行 这个一动一动这种波动 这是最渣最佳对吗 这不是渣跳 这是血管跳 对不是渣跳 这个是渣的 就是血管壁的跳动 我说的是 这也不是渣跳 这是血管跳 这叫脉动 脉动 脉动 脉动对 这个是不是最佳的 那个 您要说的 您的真法 脉汇太渊 之所以脉汇太渊 你不去扎脉 那你就不要扎太渊 脉汇太渊 太渊血是个补血 从这门 太渊血必须是补法的 而且你不沿着血管壁 你就必须扎这个太渊血 谢谢 什么也是这个道理 对吧 对 好的好的 非常感谢大老师 今天您也辛苦了 我们这边 德国里面 我上楼打破 我觉得伦敦的朋友们特别好 那个王老师 王鹏我就特别喜欢王老师 然后那个这个郭 郭老师 郭美 Merry郭 哎呀 直大病 直接就讲到这个结果 你是学习医的吧 我是首都一会儿大学毕业的 No wonder 伦敦 伦敦见 你们到 王鹏老师 你们谁要到佛罗里达来 给我打个招呼 我机场接你们一下 我们就去拜访您 就去拜访您 你也希望您有这个疫情过去 来伦敦给我们传授一些 咱们就啊 疫情过了以后 咱们伦敦见 伦敦讲座啊 实体咱们实体操作 哎 实体 好的 给大家赶快休息去吧 谢谢大家 好的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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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纸笔准备好了 把你们的执笔准备好了 没有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给我说 耳穴哈 耳穴第一要穴 第一要穴 交感神经 为什么是交感神经 谁能告诉我 胃酸过多是什么 是胃表面黏膜 交感神经应该是属于 比如说您现在属于 交感神经兴奋 那然后您呢 就不会去上厕所 如果 都是高手 那么第二要穴是什么穴 第二要穴消化系统皮之下 我把这个打给你们看 等一下 我这要什么有什么 我跟你说 等我一下 本人是要什么有什么 您赶紧那个再半个班吧 等一下 马上就来了 马上就来了 说来就来了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来了 看没有 这这 这个图太小了 您那张放大一点吗 把这个 我们可以放大 我们就手动可以 对 您这个 或者说您这个 您这个PPT 这个是不是整个放 一个全屏就行了 应该 您现在不是全屏 对 这个还也不够大 您把您这个图片 对 您拉一下 那个脚 脚那 您这是PPT 我估计您 那是 不要这个了 再来一个 压根不要了 这不好玩 找个好玩的 这个好玩 行了吧 这个不错 这不错 这不神经 看见神经系统 推出下了没有 为什么这是个蓝点 这是个五角星 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吧 是在内 这是神经系统 消化系统 这呢 这呢 看到没有 看见我讲 这是脑子 现在您是脑子 皮脂下实际上 皮脂下有三个 有三角 对耳屏 对耳屏那块是头 是头 然后那边 这是我们消化系统 皮脂下 胶杆 找着了没有 胶杆了没有 胶杆应该 胶杆应该也是在 那个下耳轮角的 然后往里一直到 到顶到那个耳 耳轮角 这边 这不给你画上了 画上去呢 在这儿吗 咱别用蓝的 咱换个颜色了 换个黑的 第一点 胶杆 第二点 消化系统 第三点 喂 这是喂 到耳轮角边上 最最终点 喂了 肝 为什么肝 左取肝 肝又取肥啊 肥在这儿呢 好了没有 没有 三胶 神门 神门 三胶在哪 三胶这儿呢 三胶应该那分泌那块是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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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胶上源 嗯 在这个耳甲腔 内分泌上 找到了没有 嗯 真小神经点来一个 真小神经点 就是节节那地方是吧 是 节节在这个内缘 是 那这个是在里边是吧 是在里边 应该放三脚星应该是 我现在来不及啊 没关系 我们知道了啊 就是在节节里边 行了 治了 然后卫小三脚 卫大三脚 这事办了 耳间放血啊 耳间放血啊 别忘了耳间放血啊 黄历春就是谁都给放血 实的 虚的都放 也不戴手套 我整天说的 小姐们还有什么问题 你看我这守的美女 我就不想走了 哈哈哈哈 您能再重复一遍吗 梁浪真 您再重复一下吧 我却不重复了 你们这人怎么这么难伺候 没关系 我那个我整理一下 我给发给群里边 我这边那个都记下来 我是不是少记了一个呀 一 交感神经 二 消化系统皮脂下 三 胃 四 肝 左肝 右脾 五 三胶 六 枕小神经 是不是少一个呀 七 胃小三脚 胃大三脚 小三脚大三脚是体贞 小姐 我这个我知道啊 然后耳间放血 你少了个神门 神门能漏一个吗 神门耳间放血啊 神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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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耳神门吗 耳神门 耳神门想不想学啊 我现在教你们啊 哎 您说一下 耳神门啊这样子啊 记着个字 你们会你们都是说英语吧 ART ART怎么评啊 ART怎么评啊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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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ART 什么意思啊 ART 抗炎知道吧 抗炎穴 所有的炎症都用神门 管那什么炎症都用神门 这个二什么意思 这个二分三差 所以我重新来了 我不喜欢这个 我重新弄一个 A嘛 2 T 再加个S 这个叫什么 anti 抗炎 2什么 2要分三个了 三个了 三个 relief relief pain 症痛 relief relief pain 我能打字就好 没关系 可以了 我们记得下来 relief pain relief pain relief relief vomiting 止咬 relief diarrhea 止蟹 好嘞 T是什么 T是tranquilizing 什么意思啊 tranquilizing 止咬 t t是tranquilizing t是那个 是 这叫什么 tranquilizing tranquilizing 阳气 生阳气 那叫 不是 镇静啊 镇静 镇静 安神 这个S就厉害了去了 这S 我去 好几个S了 stop diarrhea 说过了 止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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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喘 止晕 止喘 止喘 止晕 叫stop S就是stop 这你们得给我付学费啊 我这是额外时间 我来打竹坑来 哦付学费 所以人家 没关系 您来那个德国陪您玩就行了 就是学费了 谁在德国 这谁说话呢 别老想着去英国梁老师 来我们德国吧 德国谁说 现在谁说话呢 肖 肖医生吗 一位国 啊 一位国 德国我就认识肖医生 肖医生 哎 一大夫好 一大夫好 因为我们这个 我为什么在这迟迟不走啊 所以说 爱江山 更爱美人 那就这个道理 那就再讲点 老梁别光说美人 还有孝孝 都在这儿 梁医生 你刚才开的小赵 说我们美国现场班的 激华课呢 你怎么对他们这么好 好几万美金的呢 这是我的美国学生 这是我美国学生 我8月8号 8月8号才上完梁医生的耳诊课 英国和德国的朋友 什么课就可以不上 一定要上他的耳诊课 真的很精彩 我们现场反应非常好 特别是交易症 忧郁症 情感症的病人 扎上去一次两次的选项 真的 好 请问怎么 那就今天晚上先开课吧 今天晚上可以开一个小时课 这是我的托啊 这是我的托 这个 我是刚现场上完课的 这时候好几百美金的课 怎么全部开小赵 开出去了 对英国的朋友太好了 对英国的朋友太好了 我们比较后学 还有他的那个balance balance针也是非常非常好 balance的针 平衡针吧 非常好 我们现场上课效果非常好 现在正在上课 正在进行当中 我们是 我想一想 我是这个叫什么 我是这个 好了 我突然想起什么办法了 我要给你们打一个字了 现在啊 因为我这托来了 平衡针 平衡针 我是现场讲座 是 这是几月份 这是八月份 十月份是平衡针 11月是董事齐炫 12月是粮食病例集 我下一个讲什么 特殊针法 是讲这个路标老师的扎跳 讲这个刘宝库老师的这个 就是这个放松简术 我给大家打个字 都要查一查这个字 WWW 打 开始卖了 Alt 一杠 卖 打 C-O 不是C-O C-O 你们大家查这个网站 这我的网站上面讲什么讲字对 咱们都白讲 咱得卖 咱得卖东西 卖黄丽春的书 卖针 卖药 卖讲座 是吧 妮子 我光是看见妮子 别人看不见 妮子 老乡们我实在是忍不住 我一大饿了 咱们就到这吧 梁老师这个网站就可以找到你这个所有这个讲座了是吧 都能什么东西都在上面 噢噢噢 那现在这耳真的也有吗 耳真的 我们有耳真的书 噢噢噢 而且我给大家大家等一等啊 等一等等一等 耳真的书叫什么名字呀 等一下 我这刚下去了 又不回 我又回来了 结束了 又没完了 我特别推荐这本书 我特别推荐这本书 大家看到没有 看不清楚 非常好这个书 这个书 这个书才我八长大 八长大哈 这个是中英文对照 然后你说刚才是那个消化系统 八打开就行了 别那个 你那个拍个照片给我们行吗 然后我们那网上搜一下里 我网上都有 看不清楚 好嘞 那个网站里有 然后你看就是 这本书可不能给你们卖 这本书黄老师给我签了字 这黄历春送给我的 这签字都有啊 这不能给你们啊 就在这呢 这也是中英文对 这个小照想买 我都没有了 这本子 这已经脱销了这个 我又买两本书 你签字啊 我又你的签字书啊 我又买了两本你的书 然后啊 然后他那个 这本书好啊 刚才那书您再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那个 看 再记一下 这本书那几个三角都在上面了 我天哪 你看这 你看这三角都 这就是三角都在上面了 我呀 在这能和你们聊一晚哈 但是我现在中午饭都没吃 辛苦辛苦 饥饿难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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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美女 这么多美女 我还是不想走 但是还必须得走 哈哈哈 大家大家晚安啊 英国朋友好热情啊 好喜欢你们哦 陆老师 你这个老师你这个王子上不去啊 能上去我已经试过了 是点CU什么呀 点CU啊 一会儿这个徐老师在这个 我已经发到 我已经发到群里 老师我们就在你群里啊 大家 你们怎么加进你们的群啊 好 谢谢 谢谢吕海 吕海生老师 谢谢丁英老师 谢谢 神秋华老师 谢谢林阳 谢谢 谢谢陈苏珊 谢谢李志 谢谢陈苏珊 谢谢陈苏珊 谢谢张老师 谢谢冠 谢谢张博琳老师 谢谢你们都来听我的话 谢谢华 谢谢刘慧涵 谢谢你们这些帅哥美女们 我真是太爱你们了 再见 谢谢 谢谢梁老师 再见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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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怎么出去 哈哈哈哈 虚老师散会 虚老师散会 都走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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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